Led Hair Remover Led Hair Remover Led Hair Remover Hello 不要怀疑又是我 今天呢我就要去Eon Shanta的Olin Effective 做一個很私密的地方 不過你們不要想這樣多啦 我當然不會拍給你們看啦 為什麼我今天又要去做他們的LED Hair Remover呢 因為之前我去做了兩次我的Umbit之後 我覺得那個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我就要把我身體最寶貴的地方 先出去給他們做 為什麼我想做Brasilien呢 因為是每一次我們女生啊 姐姐妹妹我們都知道啦 我們在我們period的時候啊 我們會覺得比較乾淨 然後還有我們每一次去海邊要穿Bikini啊 有一些毛毛飛出來啊 就不太好看嘛 而且我以前去試過我 我發現哇 那個痛喔 大家都懂啦 那個感覺 就沒有必要讓自己這樣辛苦 然後我去試了Umbit 我就覺得那個痛是很可以忍受的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不我來試Brasilien的Led Hair Remover 所以我今天就來我的first try啦 所以你們就看我的表情 你們就知道到底痛不痛 到底這個療程是怎樣的 走我們現在快點去做療程吧 我剛剛就做好今天的療程啦 我現在來跟你們說我做整個療程的感覺 OK老實說啦 我是很緊張啦 因為 怎樣都是來比較私密的部分嘛 可是我應該才我在做的時候 這邊的stuff真的是很好 然後 before我開始有跟我講解說 大概會怎麼樣 然後也會跟我說 可能會比起upbeat來 會來比較適一點 我在做的時候 整個療程他們都一直跟我 問我的感覺 然後會不會不舒服 還是很舒服 這樣子 老實說 比起upbeat的話 這邊也可能是我自己緊張的關係 我還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會覺得真的有比較刺一點 不過他們幫我apply那個gel整體來說 還是比較舒服的 比起我之前去try過的IPL啊 Waxing啊 還是我自己在家shave 尤其是自己在家shave了過後 長出來啊 我那邊可能會比較紅 然後IPL的時候 它每啪一下 我就可以感覺到我痛一下 這樣 這個就不一樣 它這樣 它這樣子 當那個LED在走的時候 我只是感覺到 一點點溫溫的感覺 然後可能有些 怕會比較刺的感覺 so far 整個感覺是很舒服的 我已經 迫迫迫期待 想看到那個效果了 然後我就可以 穿著我的Bikini 去Sentosa完了 好啦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啦 我現在要去 哎呀 你們管我要去哪裡啦 拜拜 我現在做的時候 Astatician也有跟我聊天 然後讓我來比較放鬆 然後他也有教我 說 after treatment 需要怎麼保養 就是來盡量moisturize一點 然後因為 我們shave了今天 然後我們做這個LED 我們的那些毛髮 還是一定會長 因為這是第一次 所以它在第一次glow的時候 我們可能還是會有一點 刺刺癢癢的感覺 所以 我們去moisturize 我們的treatment的part 所以我們過後 再來我們做第二次的時候 我們就會